大家好,我們要開始今天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今天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在台中的景色 讓我們瞭解一下吧 幾乎一半都是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所以要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是什麼 其實我們哲學星期五是一個很自由 然後也很輕鬆的一個公共的一個論壇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大概四年前哲學星期五從台北就開始發起 然後現在到目前為止,全台灣各地 包含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雲林、甚至花蓮都有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那,其實這個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說我們可以帶來 把社會上存在的各式各樣的議題 我們都可以帶進來 然後帶進來討論 因為我們知道說台灣在討論一些公共議題的品質很不好 大家有沒有看過正論節目 有看過call-in節目對不對 call-in節目你覺得要討論的品質好不好 通常大家會覺得不好 可是大家愛看 所以我們要開始改變這個習慣 那我們把這個 真實的討論 然後放在真實的空間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來到這個空間 好 放這個空間裡面我們來討論 每個禮拜五 來討論不一樣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樣的 今天要討論的是 有關於冤案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死刑的議題 今年早一點 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討論音樂 甚至討論318的學運 所以討論的面相非常的廣 可是每一個議題 背後都有一些公共性的存在 這個議題對於這個社會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需要我們去做討論 當然討論很重要 每個人要開口 所以摺五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也許你在我們邀請來的分享者 他分享完以後 你不見得會有問題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口 講一下話 所以很重要 摺五一開始我們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因為很多人第一次來 我們知道 你要自我介紹 沒關係 稍微講一下說 你是誰 來自哪裡 然後你為什麼要來這場的活動 也許這場活動對你有特別的意義 也不一定 為什麼要來參與這場議題 每個人十秒鐘就好 不用太長 十秒鐘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講一下為什麼要來 那你如果是來自於不同的團體 來自於不同的NGO 可能你們有兩個三個 那你們累積起來只有30秒 你就可以拿起來 那所以 我不會很謹慎 我不會很仔細的算你的時間 不用太短 十秒鐘 馬上把你那個切 麥克風切掉 沒有這種事 這邊還有位置 那所以 這是哲學星期五很重要的一個傳統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志工性的團體 我們其實也沒有說 哪個財團成立的 我們就是 全部都靠著一群的志工 目前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的這個志工團 我們 大約有20幾年到30幾年的志工 在維持這個 哲學星期五每個禮拜的運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 攝影的志工 有在錄影的 做直播的志工 然後甚至我們 還有做 協助做一些 摘要整體的志工 那包含我們這些圖啊 每個禮拜 放在Facebook上的管理員 還有 製作這些美宣的圖 都是志工來做的 那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非盈利的團體 非盈利的一個 對比團體 那 所以我們就是靠著 每個禮拜 其實如果大家結束之後 你可以把一些 你的這個 小超啊 零錢啊 就可以放到我們的 衣柱箱裡面 然後來協助 哲學星期五 每個禮拜可以 固定的 然後來運作 十塊錢也可以 一百塊也不嫌少 那我看過有人丟過一千塊 但是很少 但是就是我們 透過這種小額的方式 然後我們 穩定的維持 每個禮拜五 在台中的好辦的這個地點 我們就會 一直持續有這樣的活動來進行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今天十月十號 是 這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國慶 有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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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陳述事實 這邊算我鼓掌 然後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 十月十號不在國慶 因為我們都知道曾經發生過 我們江國慶的案子 那可是今天我們不會只有 要談江國慶 我們今天 剛好 由於平反協會跟我們合作 因為你們知道十月十號是哪個日子嗎 他是世界凡死行日 他是世界凡死行日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十月十號是全世界的 全台 不是全台 全球 全世界 每個國家 都一樣 十月十號這天 他們可能不知道是 中華民國的這個 國慶 可是各個國家都在紀念一個日子 叫做世界凡死行日 那每個國家有不同的串聯的方式 或紀念的方式 那今天在我們台中 我們就邀請 願意平反協會 來跟大家介紹 在這麼特殊的日子裡 我們來介紹兩個不同的案子 然後待會他們會有很精彩的一些分享 那所以 要待他們分享之前 開始自我介紹 好 我們從哪邊開始自我介紹 從這邊好不好 十秒鐘開始 邀請幫他 我叫 那邊 張思維 然後 我們這裡三位來自 因為有三個人可以加起來 應該有三十秒 來自原住民聖耕德馬問協會 他其實也是在台中 和平區的一個 大恩西沿線布魯的協會 然後 我們這裡有個DM 然後 我們今天有在賣一些 母毒素材 那希望大家 有興趣也可以來翻翻看 然後DM也放在那個 那邊窗口那邊 那邊 那邊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來 然後 大家好 我也是來自聖耕德馬問協會 我叫張飛邦 那我們今天來 其實我們也是打算來跟那個 這邊談 我們下一次 有一個場次會是我們來跟大家 真正的介紹 我們在部落做些什麼 那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預告 我們十月十八萬有個活動 大家好 我是部落 我終於是部落 大恩西沿線 其實離自己也不遠 那 我們也歡迎 我今天來這邊 是真的有了 所以 他很認真 那麼好的方向 在合演 多一點 就是 就是 意外這樣 這樣很高 謝謝 我們很希望說 得到大恩部落的朋友 也可以讓我們追悟 跟大家再做更詳細的分享 實際 大家好 今天後來這個議題 主要是 有想到說 當政府啊 已犯了一些過副 在當時的進行之下 而如果像冤獄 如果人家死了 或者是像過去的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障礙 當政府或者是一些掌權的人 用一些技術 然後當當下的 可能有人受到損害了之後 然後 對未來的問題 自己想到 後來的人 該怎麼去 彌補 或者是根本沒有彌補的可能性 然後 如果沒有彌補的可能性 我們要怎麼 看到 要怎麼去追溯這些事情 或者避免更多的類似的事情 才會產生 我們的 爆棄 這個 其實那個 替代衣 來蠻多次的 他的代號就是叫替代衣 那個 就是 偶爾會來這邊聽 那如果沒有來 沒有時間 沒有在睡覺的話 會開直播來看 然後補充自己 公共議題就是 所以他剛剛提到 很重要開直播 如果你有 沒辦法來 你就可以看線上直播 請去哲學興族 台中的 粉絲頁按讚 你就可以知道 直播網址 大家好 我是陳佩琳娜 我就讀 靜宜大學法律系二年級 然後我在 靜宜大學參加 法律服務社 然後 的後空小組 那這個案子是 後空大小罪小案 那想要了解更多的人 就在網上 入口 後空大小罪小案 然後 我們需要更多的 去關注這個案子 好 靜宜法服務社 跟那個民間市改會 有很多合作 然後 也有很多案子 一些歷史的聯繫這樣 大家可以 也去關注一下 這個他們 給他們 靜宜的同學 有更多支持這樣 好 直接講 請問 大家好 我叫徐苑文 然後現在也是 舊儒經理大學法律系二年級 然後也是法服社 然後參加剛剛 後空小組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來 可以關注這個案子 大家好 我來自高雄 然後這是 台中第一次參加 然後 參加的時候 這個算是第五次 高雄也是有固定參加 學生的 學務 然後 就 請大家都支持 你這個 好辦 這個地方 因為獨立吃便真的需要 就還沒有支持 一個三次 這樣你都不出便 我要把老闆人澄清一下 然後 因為高雄是自己的 共同工作空間 因為 一個層次要是沒有那種獨立的 地方的話 真的是沒有文化可能 我相信大家應該要 要多多支持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余子 然後我是 舊主 台中教育大學 二年級 我一來這邊是因為 就是 就是只要跟身邊的人 談Face 就是會被 你懂 不平化 所以我是來同門程區 很好的 很好的 其實我們早午 就是專門聚集 這個孤單的禮物 對 對 我朋友都回家去 說要對他們什麼國慶這樣 對 沒有 說不定 在這邊你可以找一些子彈 以後回去 就再 這樣給對方 好 我會增加我的戰力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兵力 我來自台中 我是空軍縣義軍 謝謝 我來這個地方 主要是 朋友一起來 職業捐騰 對 我都職業捐騰 我對這個議題 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想看大家再討論怎麼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蔣國成 那我 所以是 目前剛畢業 我剛從高雄回來 那因為我之前在高雄 就有在參加一些公民討論議題 那 只是剛回台中 剛好哲務也在辦這個 這個活動 那我一直對 所以Face的議題也有在關注 那就想說來看一下 今天十月時候 在路上要看到一堆 車輪檔型 超不爽的 然後所以就來這邊 就是 輕輕一下先行 好 那你旁邊 旁邊的感覺 PASS 是喔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折舞的舞蹤 然後我是因為浩斯 可以帶錢進去看 你是高中生 我是大學生 大學生 好 好 好 那大家好 我是台中一種學生 然後 結果我剛好斷考 然後都很累 然後就 讀完書就過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都 對 我們都 我們都對Face的議題就是 還蠻有興趣 對 然後 對Face的議題有興趣是什麼 對Face的議題就是 因為學校會被附傳 也不是 就是 其實現在就是自己心裡還會有一些 就是要死情的思想 對然後 其實希望可以聽開更多的想法 好 大家好我是台中一種學生 然後現在高輪 然後在台中一種的學生會裡面 然後 跟千幾個禮拜 邱律師有來 我們學校來講的 更新的案子 然後 我自己在高中之後 也對這些社會議題 很感興趣 然後就是 今天也 剛好花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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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 對這些案子 更深度的了解 就是希望社會 能夠多一點正義 對 好 大家好 我叫黃水 然後我也是台中一種學生 那 暑假的時候 我有去做人社裡 就是 有認識很多 就是 對於社會有工啊 那個朋友 所以就 對這個 對於這種社會議 就產生興趣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 請聽聽看 好 大家好 我是綠君 我不是台中一種學生 我是三個 我跨你條例 你代表 你是有音樂班 那個 我畢業很久 那我主要工作是在做職業 職業訓練 那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來折舞 因為我禮拜五都要上台北上課 然後 就剛好進去不用上課啦 所以我是雅爵的朋友 職業訓練是做什麼 職業的訓練 就是辦職業訓練單位 勞工部門 對不對 張號 我是雅爵 是玉君的朋友 好 啊 那樣 為什麼要來這個 我覺得就是 沒有人有什麼資格 可以藉由法律去殺死另外的人 我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會 你今天彈月娜呢 不然我會弄妹子啊 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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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剛提到很重要的事 就是呢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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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問題的啦 那待會也許我們的講師也會跟大家講 大家好 我是陳凱南 現在就讀那個東海化學系三年級 那平常就是會關注這個社會議題 那就是今天想藉此來瞭解一些 雲安慣隱私情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崔璨 就讀東海中文 今天來真廣見聞 所以你們三個東海是一起揪來對不對 對 以後可以多揪一揪來 東海比較簡單的還是BRT嘛 JR 大家好 我是民旗 那我是台中文中的年級 其實今天是第一次來 是因為文工老師超推之類 是不是叫劉淑妮 對 可是我沒有看到他 帶來就來了 帶來就來了 OK 然後就是暑假時候秋律時也要來 我們學校做真理的演講 那你等於想要對 在案子旁邊帶來分析做的樣子 好 很好 大家好 我是何徐才 然後我現在是要大學 我今天回台中順便來 對 然後我今天是 因為文化學衛廠 加後一次理出 我再講 我一陣型的 十三語 所以可以避免 對 所以就是這個 所以他有一個意思 是這個 對 楊明的 有意思是這個是不是 好 是那個社團 OK 大家好 我是航行 然後 因為我是高三生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蔣國欽可以一直玩 一直玩 然後我也可以一直玩 一直玩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不太懂這個 我不太懂這個 我來自公園 然後我從事的 嗯 也是報公行 然後 就是來 就是多了解 就是各種 公共心體 然後 來 多了解 就是 冤獄和 Face 之間的關係 好 大家好 我叫李一 我本身是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的 理系學生 然後 我不會是 就是 校園 第一型社團 科技阿社的社長 然後我們社團在 就是政協事件之後 其實辦過一場 Face Face的 辯論討論 在當下 其實我個人 是站在Face的 因為我是 比較喜歡 我還是覺得 要有 懲罰 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又 看到最近其實還蠻多 冤案 或是像 吐氏兄弟 那個 就覺得非常的 超帥這樣子 然後還有最近 就是動態上面 一直滑 就看到正信者一直玩 就是 大家都不要 不要吉他 就想說今天來聽聽看 就是這個 因為我本身這個案子 其實沒有太能解 這樣子 好 那就來 過來 提醒大家 好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在場 如果有大概超到 將近五六十位朋友 比如說每個臉書 都 Tag了一下正信者一直玩 然後都 Tag在 好像把那個是 我賺五千 好 大家好 我是楊貴綺維 我是建議當學校 於是20年的學生 那就是昨天聽完 我們學校的那個 法律服務社 法律服務隊之後 就是了解了 徐志強案以及正信者案 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對今天議題 滿感興趣的 所以就分享給其他 所以你還不是法律的 對 那要加入 你看 我幫你們找到我們 所以阿強昨天有去就對了 大家好 我是自於法律性 二年前的 TTI 然後也是 法律服務社 今年許家在 越育平反協會實習的 好 實習生 來支持一下 你的責任長 收到 收到 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網去觀光我們 在越育平反協會 很好 我們就是 就是在等你打廣告啊 大家好 我叫欣盈 我也是來自 建議大學法 而是第二年學 剛才我在那個 最近我上法則學課 講到那種 形式合法 形式合法 跟程序合法 所以我對這個 將律性案 這件事情的那個 程序合法 滿有興趣的 然後就來 這樣 大家好 我是林曹文 然後也是 建議大學法律系 NAT 然後也是 法律社的社員 然後 屬家也有去 院議平反協會實習 然後就是 就是 也是後鋒屬的成員 然後就是 台灣就有很多人 所以希望今天 再來了解一些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 多多去關注後鋒啊 大家好 我是那個陳佑霖的媽媽 我今天是純粹 來支持那個 粉絲 那個弟弟 跟他來 我說什麼叫做 哲學信息 我真的不曉得 第一次來 來看一看 希望以後在桃園也有哲學信息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佑霖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是小滿 然後剛才我好像看到這個 議題就很順序的 讓大家看 好 大家好我叫林曹 我剛好是太中人 剛好地律之變 因為對這個議題比較陌生 所以今天要先行一下 我們互相學習 大家好 我是慕霖 我是彭斯凱的媽媽 她剛剛六臉才到家 然後 她跟我講說 這裡有一個講座 跟我要不要一起來 我快去看 大家好 我叫菲 那就是因為 原家 就是最近這一兩禮拜 就走到路上 剛剛路上就差多錢 那我就覺得有點 就到底在慶什麼 我是搞不太懂 對啊 然後其實 對於最近的一些 像去年恆風球案件 對啊 然後其實是對於 其實軍中 因為我本身也是擋過兵的人 其實對於軍中一些 黑暗面的一些事情 其實就是 大概都就是有一些 很清楚 因為我是軍 對然後 但是對於這一方面 就是 嗯 很多人其實都 都不太知道 就是一些 很內部的一些具體 因為 軍中原本就是一個 很封閉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小型的社會 對 然後就是 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活動 能夠讓更多人去了解我 就是 就尤其是女生 可能就比較不清晰 對 然後就是可以多充足 好 謝謝 你覺得自己的想法 欸 可以講到 欸 我是高昂層啊 我是進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啊 欸 今天我們全家人都跑去看煙火 可是我覺得 嗯 呃 做話的因果不知道 不是已經滅了嗎 或者我還是看煙火 所以就跑過來了 哈哈 因為煙火是一閃即逝的嘛 他看完就沒有了 可是你才哲午至少聽完回去 會有很多的想法 會一直殘存在人 然後還有一個朋友 呃 大家好我是佑神 然後就是 我是中科大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 其實 會來這邊其實是因為 台北某一個朋友 他對這個議題很關心 可是他不能來 所以就 拜批他 對 大家好我是秦豪 我是中科大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只是跟昨天這個一起來 對 然後 就是自衛人還是自衛人 中間吧 中間 對 就是 你會加入什麼 你會加入什麼 就是維持現狀的意思 對 好 好 謝謝 呃 大家好我叫謝長寅 呃 是台中人 然後 現在在中央大學讀物理系二年級 好 因為之前在公司上看到那個 曾慶哲的案件 所以就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觀看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何凱瑄 那因為不想在外面過 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所以就過來 大家好 我叫蘭瑩 我在 我現在是在台北族 所以是 放假回來 對 放假回來 然後 就是 就是 冤案是 我對於就是 死刑的觀點 其實是從 冤案開始 有所改變 所以就是 有關於這些議題 很滿有興趣 所以就來進去 大家好 我是張穎柚 然後我是賴臉同學 然後 他跟我講這個活動 然後我覺得 滿有趣的 然後 我也聽他也是有在關注這些 對 然後就是 第一次來折舞的活動 希望可以學大姐的活動 有嗎 開場 大家好 我是洪敬文 這是 台中女中 應該在高三 然後就是高二的時候 上書演的課 有聽到 這是 鄭新博士 所以想要來聽 大家好 我叫張婉神 然後我也是台中女中 高三 然後就是 只要有空 或是對 那一天的議題有興趣 就會來聽者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臉書帳號是 貴婦諾娜 我是自主公民 很好 那我現在是 大埔章藥房的志工 因為昨天才跟那個 黃秀春大姐去 看守所探視真慶哲 那剛好在廖家瑞大哥 怎麼樣想看到哲舞 有經驗活動 就把女兒丟著 穿過來了 丟到哪裡去 丟給媽媽 好 不能說丟著 是 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 然後就 在剛剛來的時候 被開了人生的第二場法 這樣 滿不開心的 這樣我就不好意思 叫你再丟錢進來 只有我的意識想 丟法單 對丟法單 法單之後 沒有帶腳的服務 沒安全性 滿意的 就是 可是大家這裡 覺得氣場很不錯 希望大家可以開心 謝謝 好 我們今天雖然議題很嚴肅 但是大家可以保持輕鬆 開心的態度 來 大家好 我是 亞洲大學二年級的 學生 我叫郝米婷 然後 我今天來是因為看那個影片 然後就有 就是 不小心就哭了 然後 我就想來見識一下 就是台灣的司法 到底有多脆弱 OK 不小心就哭了 等一下 我們還是會播影片 大家不要不小心哭 哭一轉 還有誰 大家好 我在陳俊文 我是高雄人 現在在彰化主宿 會來這邊是因為 對於 反映興趣 然後 之前就是有了解過 都市兄弟的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對 這段只有興趣 所以我們現在來這裡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哲武器工 謝謝 其實 剛剛其實有你的學生 就是在介紹你 對 劉書妍 大家好 我叫我請行 我是東海法律二年級的學生 我也是東海 我也是東海 謝謝我知道 那今天 終於 趕上可以講 可以講世界了 好 其實今天來聽這個議題 不是說 我不是想要來聽Face 或不Face 雖然我支持Face 今天主要我來聽這個議題 是覺得 國家的權利 他 在運作的時候 為何對人民 他不是站在一個公平正義的角度 而是在 不正確的公平正義 程序正義方面 然後造成 他最後很可怕的結果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新竹某科技業的閃工程師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今天我朋友剛好有介紹我說 這個 有這個類似Face的一個講座 我要拿出一次來 其實我們今天可能不會談太多Face 我就是那個介紹發來Face 我就是那個介紹發來Face 你都不是Face 我唯一是以為今天Face 今天就是有巧就是世界版史景 然後我們要談圓桿 今天要談圓桿 所以我原本還很期待說要講說 他的Face 有生命權這回事 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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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就只能別放 應該是很難 大概有時間的話可以稍微 對 那我是中興還有做人員 好 所以 比較好 大家好 我是中興客觀書院的學生 那我今天來這邊是一位 其實之前有接觸到一些 就是關於戀愛球技術影片 然後是從公司上看來 那我那時候剛好 我覺得就是覺得很無奈 然後有感觸很無力 那我來這邊就是想把很多 看有什麼任何的角度 可以分析一下 我們再去其他人 好 後面還有 莉莎 大家好 我是莉莎 然後我們來了今天下午 去運動啊 因為就是放假 健身房沒人 然後去運動完 就想說要跟家裡人去吃個晚餐 因為我妹在台北工作 然後難得回來這樣 結果 在健身房的時候 就接到電話 我媽說 欸我們要去看煙火流下去 我說 我不要 我要去走 好 那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公路環境 社會議題 然後最後破壞了 我叫進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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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家瑋 然後就是現在是在好辦的工作 然後就是因為很多人地下好嗎 所以我稍微介紹一下這個空間 就是這個空間是我們在去年11月的時候成立的 然後他他以前他之前也是一種好皇子 然後他的前身是他律師事務長 他也是一家石頭律師的事務所增加 這樣子 然後這個空間不是獨立書店 然後也沒有賣咖啡也沒有賣攤 然後我們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存在這樣 所以我們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就是給一些可能SOHO族或是創業家 或是一些社會實驗家 他可以住一個空間在那邊一起辦公 那之後可能會轉型 所以大家可以進去期待一下他之後的改變 對然後也歡迎大家就是每個人 一八五來這邊參加這舞的活動 然後如果對好辦有任何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關注好辦的職業 就是有一些資訊 那預告一下就是 我們的下一場比較大型的活動是 就是11月8號9號有個律傳詩集 他就在旁邊這條 他不是臭水狗他自己穿的 律傳 對然後這個詩集會跟一般的 大家熟知的一些詩集的操作 不是比較不一樣 這個詩集不是買一種詩 他希望能夠透過詩集 去把一些就是區的故事 或是這裡面的一些職人的遺體 帶進來 對這裡歡迎大家那天可以 一邊來逛詩集 然後一邊來認識這個地方 好謝謝好辦 大家好我也是哲伍師公 我是信榮 然後 今天這個10月10號 剛剛聽到很多朋友在分享說 國慶不國慶這件事情 那雖然這個跟今天要談的主題沒有相關 但是我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我覺得中華民國政府還沒有完全滅我 他現在就是苟延殘存在這個地方統治著我 對 然後應該說我們也不是要推翻他 或者是消滅他 但是要把他請出這個原本不屬於他的地方 好 大家好我是宇晨 整合理事公 然後今天要談原案 然後原案 我實在想說 這個原案造成的成本到底是有多大 這樣是一個人一輩子一個家庭 或是你整個社會 我想要了解這個部分 謝謝 其實剛剛信榮有提到 那 宇晨也提到 冤難的成本 然後信榮提到說 我們要 成為什麼樣一個國家 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 我常常在講說 我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不管這個國家 他未來叫什麼名字 很重要是在於說 我們這個土地上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要擁抱什麼樣的價值 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所要擁抱的價值 應該是 至少是不允許有冤難存在 要一個有 可以入責 可以獨立的司法制度 的一個台灣 對不對 我們不希望說 台灣如果有點像一個獨立的國家 可是他擁抱的是一個 跟中國很像的一個價值 專制的 威權的 司法不獨立的 這種價值我們就不要了 其實這個名字叫台灣 對不對 好 忘了嗎 好 大家好 我是波瑋是這位的志工 我是佳佑 然後對於所謂的冤案 我們就只能用我衣服的三個字 來跟他講一下而已 然後 因為我們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是有學過一些 小小的法律 然後 在 法律也許經常沒有問題 可是在解釋的人上面很有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第三個字上面加個ER 我們還是可以再用一次 就是 好 那 當然 不管是約翰也好 或者是死刑也好 我們都希望說 他是不應該發生的 對我來說啦 死刑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 他可以從很多面向去看 從國家的權力沒有辦法受限制 或者是 我們今天要談的冤案 他的不可回復性 或者是他 我們一直在現代的形式政策 這所強調的 你不可以去放 我們以前都講 不可以 零類錯殺一百 也不能放過一個 可是 我們現在所講的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絕對不是包青天那一套 那我們 就像剛剛總理講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國家 或者是我們想要 什麼樣的社會環境 我覺得在今天剛好 在這一個日子裡面 很適合來談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希望說我們可以 不管不只是在冤案上面 甚至在死刑的存費上面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討論這件事 謝謝 最後一題 大家好 我是陳怡的 我是宗教大一年級的學生 然後今天會來另外 我們台灣史的老師 台灣什麼 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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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課的老師 就是 歷史的 對對對 就是這樣我們可以 探譽這個 哲武的活動 就希望我們多關心史詩這樣 好 那以後要常來 要聽老師的話 好 那個大家好 我也是一樣是 宗教大 台語系的晨晨 今天也是一年前 然後我也是聽那個 台灣史老師的推薦來的 好 你老師的推薦也 對 對不起 大家好 我是詩涵 我是從西竹園區來的 我覺得剛剛好像來找我男朋友 然後他問我 他問我說 你知道哲武是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你知道江國際嗎 我說我知道 他說你要不要去聽我說 喔好 所以選擇不去看煙魔 來這裡是對的 對啊 只是我看這個標題 大家好像 都還蠻有自己的主見 然後同一個標題 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演講 我越來越期待了 後來剛剛好期待 會有什麼 多元的想法 做出的充足 的話 那萬一不符合你的期待怎麼辦 可是我本來就沒有什麼期待啊 很好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柏欠 我是斯蘭的男朋友 對 然後 可是我本來就是對這些議題蠻有興趣的啦 那 就是我覺得透過公民參與這些議題的探討 不會讓台灣變成一種 這只有一言堂的社會 這是需要去努力的 那 如果今天我們都不去探討這些議題的話 那 台灣就是跟以前中國 傳統的封建實在思維 就是人質的思想嘛 那這樣就會很找到 所以我希望 像這種東西 就像太陽花一樣 可以偏離開 哇 謝謝 哇 我叫蔡佳哲 就是我第三次來的 你 你說 光是最低的 還是什麼 講 講 講慢一點 讓大家聽 我叫蔡佳哲 這是我第三次來 是 大家好 我是那個 竹江者之一 陳佑寧的弟弟 那 身為一個專業的 伴遊以及司機 來這邊 支持他 應該也是合情合理 當然 辛苦了 還是很累 還可以 三四個小時而已 你沒什麼 所以沒講 你隔壁 介紹過 介紹過 還有那個 同學 大家好 我是蔡佳哲 那就 就今天來聽聽看 關於有沒有看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依庭 我是島前的志工 然後今天是第一次來結尋西奇異 之前本來 島前的志工 島國前進 你要安全 因為沒有 每個人都知道島前是什麼 原本我是支持 但是最近 因為開始接觸到一些依庭 那關上的想法 以後 對於江國親密案例 非常有影響 那今天就是 受控管 你要不要接上一下島 我前進在做什麼事情 讓大家知道 推廣一下 什麼的東西 例如 你們的訴求是什麼 要不要請減價又什麼 減價又 減價又 現在不要特工 你去手 我們現在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活動 是在普正公投吧 第三十條 因為我們現在有的那個 百分之五十分開 那 對 那先介紹 OK 所以他們的訴求是 普正公投吧 所以大家對於 台灣的這個民主制度 公投 有興趣的 對 現在就是每個六日 都有出來擺盤 就為了要收集到 第一階段 十萬塊 對 現在市民廣場 還有市民喔 4點到7點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過來做小選 是不是屏幕也有嗎 可以找到 那個活動的資訊 FB就是那個 輸入島國前進市的資訊 好 大家知道 主持人幫他進入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有什麼要宣傳一下 平安進去 大家好 我都要說台語 我是 他要說台語什麼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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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味 麻煩你叫別人 何必我要翻譯一下 我叫別人雖然我是代表台語的祭教 我是在哪兒祭教 其實我 前一陣子在 台語家 我聽到 阿妙講話 講到想像 這是一些案例 今天我進來的案例 我沒有問問 我想我再等一會 聽到大家討論 大家想說 我想 阿妙是下 廖柏雅 那個 貝斯的法務主任廖柏雅 他是 聽他語音講 好 我想說我們大概 應該大部分人都有自我介紹過 有沒有人沒自我 你要自我介紹的人 沒有 好 那我們待會就開始準備 我們今天的進行的正式的活動 那今天的主持人 是由 這個 約律平板協會的執行長 羅士祥律師 那他待會會來主持今天這場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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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待會也有另外兩位的律師 然後會來跟大家分享兩個不同的案例 那我們是先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